现在是小孩再战大表哥一踢啊 这场比赛大表哥全主力对战小孩的一主二位手类 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位挑战者啊 大表哥作为最后一位挑战者发起了进攻 小孩手上还有41B啊 如果说他今天晚上40个B手类成功 那么赞助老板啊 额外追加小孩2000的追加奖励啊 老板都是比较豪横的对不对 费一啊 只要你不足哪点赞灯牌都好说啊 费一啊 先来个抖音一号让我开开眼 我保证一句话都不说啊 来咱们来看现在小孩 这场对局能不能拿下大表哥第一个B 有一个伊丽莎白啊 伊丽莎白在明天更新之后 也会降低他的战斗力了 也被削弱了 伊丽莎白 加油 拉尔夫解决了对方的卢卡尔之后 小孩的牙刀也被他削掉了三个半的体力 有有有 有没有 牙刀 小孩是颇为得意的 赢了 你看 这个自爆权没用没中 这个距离下不缺帆你 缺帆谁啊 更新之后 他的这个自爆权 出招收招啊 都被调整了 不像现在这么强势了 整个人废了 反倒是八神起飞了 还有一个牙刀 还有半血 小孩这边的话 面对是不知火物 火物先压力 被小孩先毒 你要压我逆向吗 靠靠清水打完 马上cd做一个确认 反弹掉出空中的小推头 那现在特殊机打完之后 再次小跳中全压制 小孩的中断 ES的花点扇 大表哥 小跳 压力下重拳 好 跳出成功 脚踏两刀没了 危险了 难道说要二连胜吗 重腿确认bc 这套顶点上了 不上顶点对不起这个机会啊 一直穿云剑 真疼啊 大家看到打多血 兄弟们 你看看打多血啊 七哥 知道小孩会反驳 提前出轮延五消波 同时起跳 OK 那现在来到大江战了 特瑞对他一撒白 感觉这把还是有有希望的小孩 特瑞有四七带手 哦 对方气不够 气的话要爆气了 两气够了 在食物里面两气可以爆气 重腿带bc 这套雀饭打完之后 小孩又要重顶点超杀了 顶点超杀又来一波 哇 打不死 还剩下一个重拳重腿的血量 一个cd的血量 真的是一个重腿的血量了 我说的太准了吧 我说的太准了 我说的太凶了 我说的太凶了 我说的太凶了